大家好,我是来自中国的黄军,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长,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,副会长,电影导演和制片人。 我很荣幸成为本届釜山国际儿童青少年电影节的评委之一。 接下来,我们会看到优秀的长篇和青少年创作者们自己制作的短片。 在观影之前,我非常感谢这些创作者们克服了重重的困难,承受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,为了成就自己,成就自己的心目中最优秀的影片。 我将从以下三个方面选择我认为最佳的影片。 第一,叙事艺术,也就是故事。 第二,制作技术,制作水准。 第三,很重要,适合不适合孩子和青少年。 最后,祝大家身体健康,万事如意。 在新冠疫情过去以后,我们将更加乐观和灿烂地拥抱我们的生活,热爱我们的生活。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世界,我们是独一无二的。 谢谢。 。